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年快乐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然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封关了 2020年就在眼前 行情的延续 它不会管跨年不跨年 新历年旧历年都一样 5G是未来连续的主流跟主轴 不能够放过 封关日 外资卖超94亿 整个12月份 最后封关前的这一个月 如果不是扣掉 今天的卖超94亿的话 买超超过600亿 这也不打紧 封关前12月18日 见到12125的高点 我之前已经跟各位推算了 周线的对称满足点是 12121点 很好记 12121 碰到了中期 比较大的压力 拉回回党 整理 先退 是非常合理的 不顾压力 直接在网上攻过 冲过就代表 他要把最后一段 嘎空把它结束 那就代表 其实多头还走不远 穷扣莫追 多头对于空头 尤其是外资控盘 嘎空这个旗子来讲 稍微休息放手 他并没有真的大幅回党 有空皆可以承受回党 再回党也合理 多头是分段往上的 还涨 急跌 还涨 急跌 还涨急跌的多头 你如果贪快 求快 心底急躁 你赚不到钱 也不可能赚到大钱 急跌 如果 你是追高了之后 急跌 你第一个就受伤 如果又买错股票 伤得更重 好的公司 也要有好的时机 这个 没中期 可曾一定是好公司 再投下来 当然短线的跌幅 已经这么重了 你要说反弹反弹 也会出现 可是呢 趋势往上的惯性 被修正 封关前强势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看叫被动元件 这延续到明年 有多少人 错过这里的买点 太多了 华星科 封关前这么强 被动元件 国际集团的奇力星 这么强 封关前 昨天 投信买超第一名 这种技术面 看不出来 很好的买点的 如果你懂 基本面的话呢 超跌部分 一定买进 虚信KY 因为未来 在系统级封装 SIP 这一段来讲 一定是技术应用的主流 PA 功率放大器 的这个封装 在未来一定是需要的 而且是双面封装 这我今天在盘中做过解释 大盘呢 在封关前我已经预告了 周线的12121的对称点 这个跟这个的对称 月线呢 9319乘以1.5645 我也做了说明 都已经预告了 都已经预告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封关前 重要的新闻 5G加IoT物联网 SAP6需求崛起 半导体产业 年年增加一成 SAP5到SAP6开始 SAP5开始已经进入Gigahertz Per Second的这个世代 SAP6更强 所以是辅助5G的 必备的 年增10%是保守估算 封关前 12月30日昨天 封关前两天 四大外资畅望台股 很多人想说 每次外资一起畅望台股 台股就要回荡 短线长长如此 没错 高点看万六 它怎么依据 怎么计算的 说实在的 我不是那么在意 可是我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 这是我在12月19号 推算给各位看 12月18跟19号 周线最小的满足点 是12121点 这个对称 所以为什么 要在18号 告诉各位 17号我们开始 先调节持股 18号当天盘中 我讲卖一点股票 可是我同时提到 第一档翻扬的主流股 是要买进的 落后大盘要买进 再来接棒的就是 领先大盘 已经先回档过的 要上来的 像迅兴 KY 雍智科技 你可不可以在这些里面挑到 包括散热 落后大盘的 在最后封关前 这一两周 你看看 联雅光电 华兴科 国聚 奇力星 这些都是选项 亚翔 汉翔 汉翔 大盘的部分 我们一样还会再解回来 大盘的节奏 是大盘的节奏 旋骨 有旋骨的怎么样 方向跟逻辑 今年一整年 结束了 如果今年一整年 你操作的顺手 或顺手以上 恭喜你 你就继续用你对的方式 你明年还是会赚到钱 你也是胜率 还是会大于 这个错的几率 那如果今年 不管是什么原因 您太忙 或是专业度也许不足 或是经验不够 各种原因 你只要今年操作不当的 如果还是用一样的方式 一样的心态的话 明年情况会更惨 我不是畅衰各位 我是把事实讲出来 对的方式你就继续做 错的方式你不改的话 就干脆不要做 我相信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 这是今年已经过了 最重要的在八月份的 这个最后的大破端的买点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上车 因为被贸易战吓坏 我说只要每次跳空 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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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反转向上 跳空都是反转向上 两两对称 形成中期双大底 十月份 因为这次空单最多 比前面几次 去年的六次的一万一千点 空单都多 所以继续嘎空 每一次跳杀就有空 跳杀就有空 跳杀就有空 外资控盘屡市不爽 先下再上 极短线我认为这边可以攻了 结果它没有 先下来没关系 但是还是先下再上 最后还是攻过去 短中长坡 在短坡里面的容错几率 是必然存在 但是它并不影响 你对主流股的怎么样 布局 而且有回档 才是你分段 买进主流股的好机会 还涨嘛 所以碰到几跌 大家在怕的时候 你要敢买 还涨的时候呢 抱得住 突破第一时间可以加码 但是连续突破 角度走太陡的时候呢 获利拔挡 或是设停力点 我讲的这些基本的操作节奏 在过去这一年都适用 明年也是一样 大致上都是这样子 真正能够分段赚钱者 都是冷静沉默 四G出手的执行者 讲再多想太多 没有执行都是空了 跳多指数框架的思维 买5G的未来 因为从现在四G提升到5G的速度 到未来真正5G的速度 加上5G的应用 最少要5年 从这边到这里 周线为什么要先调节 12121点 因为对称就是在12121点 刚好这一次 大盘在封关前 也就是看到了今年的高点 是12125点 我相信大家知道 12125点 月线 7203到11270点 涨56.46% 这个形态的对称 从9319往上对称是 9319乘以6545 1.5646 对不起 1.5646 会得到1X580点 那为什么 这是放大板 压缩的话呢 30年的月线是在这里 这边就是涨56.46% 刚刚这边看 各位看局部的放大板 现在是压缩 所以这个对称上去 因为为什么要对称 这个形态 因为这是唯一 这30年以来 突破反压的一次 而且是有效的量 价量的形态 都暗示 继续复制 对称的眼镜的形态 我去推算的东西 我会把告诉你 告诉各位观众 我的看法是怎么推算的 我不会是乱猜的 至于你信不信 认不认同 事后大家来看 时间过了才会知道 我讲的准不准 我再讲一个 比较直接的问题 王克力个人准不准 其实对您的股票交易决策 事后来看 其实未必那么重要 我分析的准 如果说我准的部分 你没跟上 没赚钱 我不准的部分 要是你买了 你可能赔钱 分析不是承诺 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承诺 可是至少我把我的方式 告诉你 目前为止 我看大盘的 波段中期长期的 这个预估 目前还算准确 值不值得你参考 自己做考虑 回顾今年一整年 年初 我认为会破9400点 一整年 今年年初 然后强力破底翻 破底翻 利空蹲化 超量出底拉抬 回顾 我可以说我是对的 因为一年过去了 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我是对的 在这边的时候 就可以跟各位讲是对的 贸易战 台湾是利多 转机大于利空 因为台湾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都有影响力 你后来看到台积电的威力 对不对 这个传承稿每天都是预告的 不是事后在填写的 我的会员可以作证 12月 我们讲几个关键 11668 11656 11654 11657 几乎没有差距 代表法人完全控盘 还有重复多头换手 12月6号在这里 我说所以还会攻 在这里 所以还会突破 跳了一页 回过来看一下 年初的 破9400买进 8月的对照这两个 我讲的就是在这里 当时在电视上讲的 8月这个跳空 对照这个跳空 所以是这边的行情 会复制这里的行情 11000点也应该会被突破 因为半导体先进制程加速5G建制 第二次总统大选年必然做多 这是9月19我跟会员报告 11000点会突破的 11000点会突破的 会突破的 擀空力道最强 10月23号 这一次 12月6号 下周有创高条件 就是我刚讲的这个 12月12号 刚讲的4G加5G 到最后5G加5G 最少要5年 所以今年一整年 回顾 这边我跟会员讲强力破底翻 这里会对称这里 继续做多 这边跟会员报告 11000点会被突破 这里跟会员报告 还是会长 然后我在封关前两周 我已经预告 周线的对称点 跟大盘月线的对称点 如果我的会员 对于我这个内容 每天的预告 写这些东西 会员的反应 大部分都是说非常受用 谢谢 谢谢会员认同 那观众至于 您觉得这个重要不重要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觉得会不会受用 是您自己的判断 我再强调一次 认不认同我 不是我决定的 是您的决定 可是我至少可以跟你保证 我从不作假 先请广告等我回来 继续讲解 请不吝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远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经理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 在跳动 经过比较 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 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与方向 我是曾忠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 欢迎回到王克力的节目现场 封关前最令人震撼的 除了一整年度表演的台积电之外 就是被动元件 看看这个营收一整年 今年跟去年 营收在财报的表现 根本还没上来 股价已经从低档翻扬超过一倍 景气循环股的特性 六月份就跟各位讲 它已经超跌了 就是等待出量反共而已 钱准备好 准备好要买的心态 也把它准备好 钱当然是一定要有 买股票一定要有钱 不用多讲 有没有准备好要买它 那个心态要先准备 就不是临时起义在操作 真正供给讯号已经出来了 要买就买了 真正做到股票 分段操作 你能够赚到波段的话 你不用买太多档股票 对不对 一直讲 分段做 为什么买 因为它病了鸡美实力太强了 现在同性店又去病了胜利 对不对 同性店未来会变成 在这个CIS里面来讲 它等于是 全球最大的这个封装厂 它现在病了鸡美 在接下来同性店去病胜利 全部都是一个套路 而且可以补那个市场上的怎么样 战友 市占率 不同的市场销售的市占率 非常完整的占率 大波段上涨 条件时机 明确 我不会跟你模拟两可的 你再晚的话 330几都可以买 都不算晚 都不算晚 这边很多人赚不到 后面更大一段出来 而且你看被动元件增加的是什么 是空单 发行科你看增加的是空单 全都空在地板 阻底跟阻底突破 整个流程 全部空在地档 你说这不是很可惜吗 太不小心了 对不对 追杀得太凶了 都已经跌了这么深了 再去放空 成本不利嘛 对不对 尚营在2009年6月 去并了这两家公司 国具请比较尚营 在月线比较 在这么低档区 他去并了普斯跟基美 两年花700亿 722亿 买的是打造未来5G应用的最高 怎么样 竞争力 情对称量更大 11月底 封关前一个月 这边都还只有330 上个月底都还只有330 现在封关来到437 差了100块钱 也不少 买得少 赚这些不算多 但赚钱也不错 要就连续加码买进 那个才赚的会比较多 咬对了就要敢买 就要敢加码 不是只有报而已 一般人报都报不住 更何况加码 买股票买对了 要能报得住 这一关一般人已经很难跨出去了 很多人买 做了很久的股票也做不到 心态没有调整 何况是你报住之后 你还要敢加码 那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境界 我可以跟各位讲 出掉的再买回来 对不对 分段做 我就是一直加码 再出 再进 价差没有震了 差7块钱赶快买回来 因为我是分段一直往上做的 每一次大概就是买进三笔 就加码两次 加到四笔了 这一次 第四笔资金419 这是封关前的倒数第二天 昨天礼拜一 开盘我知道我又对了 我就直接再加码 买进第四笔 一般人不会这么做 昨天一开盘 跳空开高 我就知道 这边全部被洗掉 这些筹码被洗掉 而且空弹在这边 我就直接再加码 因为它并没有说 碰碰碰 连续怎么样 90度 跳空一直往上拉抬 它一定还有加码空间 讯信KY 8月21讲一次 拉到182 下来我告诉各位 这是技术面移修正 然后这边叫超点 VCSEL封测 PA封测 为5G必备的主流 后段制程 这是不同价位的不是加码 不同价位的成本 后面进来的会员 最近来买的 带你们买 不管是138还是147还是 其实从这边开始买 你只要是在150上下 都是好买点 现在当然没有赚多少钱 可是为什么 像这种讯号出来的时候 如果看技术面移操作人的话 会比较怕 会觉得好像这个长黑 这根长黑翻空了 你知道技术 基本面的话 你就知道这一定要去减 但是我就不会选择去买可乘 一笔资金的运用很珍贵 做对了连续加码 扩大获利 做错的话 你到底要不要停损 要不要走 你会很挣扎 雍治科技 二次买点出来 这是在11月21号 我真正调兵 调动资金 大军会员的资金的时候 调动能够知道 有空下来的这个额度 可以买了 持股档数很少 一档两档 三档以内 我可以很灵活的调度出手 出手当天买涨停 这是凑巧 不要认为买股票 就一下就可以盲线赚 这是运气 可是至少我知道要买什么 因为这边我就已经在锁定要买进了 我到这边执行 开始出手了 就是这边 其实很多股票 国具也好 迅信KY也好 雍治科技也好 很多我的操作 我不可能全部都公开买卖价给各位观众看 这是会员的权益 其实我做的动作 很多股票远比我公布给你看了更多 我只能讲到这里 但我也跟你讲一个结论 其实真正如果做对的股票 倒可不必做太多 小的价差 倒可不必 因为加加减减不见得能多赚到多少 被洗掉是最可惜的 这个关卡对于一般人来讲 可能还不到烦恼这个程度 我不是说自傲自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一般人讲在做对的时候 连抱都不见得抱得住了 更何况赚了钱还要去加码 那很违反人性 因为赚了钱没有走 再加码下去 如果一不对 两个都怎么样 变成一个赔变成一个少赚 心里是承受不了那种打击的 可是如果不跨出去这一步 操作无法提升绩效的 它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非常谨慎 宝贵你的资金去选到 真正值得你买的公司 不要乱枪打鸟 不要散弹打鸟 什么都想做 像这个要出 要出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出 分段做 做了几趟 不对该卖就卖 48 47.2 前面赚了我不讲 48跟47.2要卖的时候 其实还要小赔一点点 赔不多 我对就对错就错 我跟你讲 可是48 47卖掉的 现在42 我的钱就不会卡在这里 什么事情都只跟你讲 对的赚钱的 没意思 那不是真实的世界 谁都一样 可是我对于我的选股 我非常有信心 我专业度绝对足够 在同一页来讲 我是顶尖的 诚信来讲 我绝对是最顶尖的 在同一页来说 我会修正自己 我每天努力不懈的学习 我从来没有懈怠过 我代会员 我代进代出 我非常清楚 我讲得清清楚楚 我每天追踪的非常清楚 我的股票不管涨跌 买进去之后 我一定说明 我讲这些话 其实我在投顾已经 第二十三年 满了二十三年 我执行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尽全力 我从来不骗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 2020年 欢迎您加入 王克力的行列 跟着我一起操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